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对抗疾病重要的身体构造 叫做肌肉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位物理治疗师 来加分我们一些 居家就可以做的一些激励训练 让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无痛增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薇医师 现在很长久坐 根据一些统计资料 台湾人平均坐的时间啊 高达6到9个小时 那看到这个资料之后 我也开始好奇 我一天到底坐的多久 哇 结果我发现 如果从早上9点开始看诊 到晚上6点的话 我一天大概有9个小时 都是在坐折的状态 高达5到6成的时间 都是处于一个做事的生活形态 根据2017年在美国发表的 《内科医学期盖年代》上的一个研究显示啊 久坐它就是一个早死的风险因子 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 甚至三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风险 大家看到这边一定会担心说 哇 那既然久坐风险那么高 我除了每天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 难道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大家别担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对抗疾病重要的身体构造 叫做肌肉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位物理治疗师来加入我们一些居家就可以做的一些肌力训练 让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无痛增肌 一定要记得看下去哦 肌肉不只是好看而已 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就有三大好处 第一个 它可以改善高血压 在我们运动训练过后啊 我们心脏会变得比较强壮 只要花比较小的力气 它就可以把足量的血液打出去 它其实就会减少我们动脉的一个压力 进而让我们高血压进步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运动啊 也有一些研究证据发现它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 血管弹性好 血压就会自然下降 第二点呢 就是肌肉其实可以协助稳定我们的血糖 增加我们对于糖尿病的预防和控制 主要的激转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 我们肌肉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会提高 肌肉敏感度提高之后呢 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糖运用更有效率 肌肉合成肝糖的效率变高 那血糖自然也就跟着下降啰 第三点呢 其实运动它就会让我们体重维持的更好 有一些研究统计啊 一些减重下来的人 要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不负胖的状况 其实它发现这些人呢 都是让自己身体处于一个活动一个运动的状态 跟大家提一个小迷思 长肌肉它会让我们基础代谢提高 大家很多都会觉得 诶 那你基础代谢提高了 消耗热量就会变多 你体重就会下降 但是很有趣哦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它对于体重其实不会有明显的下降的效果 运动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增加我们肌肉里面立腺体的功能和含量 立腺体它很重要 它对我们细胞的能量调节和代谢 和脂肪酸的氧化都很有关系 接下来大家就有疑问啦 肌肉量要怎么增加呢 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哦 基本上增肌和减脂这两件事情 需要分开进行 因为减脂它是一个分解作用 增肌它是一个合成作用 本质上就是处于有点冲突的状况 尤其在减脂期的时候 我们目标呢 就是以肌肉量维持不要下降 因为根据一些研究的报告指出啊 如果你是用低热量的方式来减重 基本上你减了10公斤里面 大概会有3-4公斤都是瘦体重 也就是肌肉的质量 但是呢 如果你在减重过程中有加入任何运动 它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减少甚至高达5成的肌肉流失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啦 到底应该先做增肌 还是要先做减脂呢 如果你的BMI是属于已经超重的范围 体脂呢 也是属于一个超标的范围 就像是女生大于30% 男生大于25%的话 胰岛速度抗是比较高的 其实你长肌肉也比较不容易 所以你这个时候 应该要把你的胰岛速度抗降下来 你之后再跑增肌会比较有效率 那如果你的BMI已经正常 体脂率其实也是在正常范围内 建议你可以直接走增肌的一个流程 但是我们在增肌的过程中啦 体重也会上升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于体重比较焦虑的人 减到一个 你比较不会因为体重的变动 有太多的得失心的状况 你再走增肌会比较合适 那我这边提供大家三个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饮食要抓好 可以参照我们之前许多影片都有提到的211饮食原则 来做一些相关的调整 那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运动的人呢 蛋白质至少要吃到体重成1.2倍 那如果你是有在做一些重训 要吃到体重成1.5倍 如果你中间是做一些比如说有氧运动啊 那你的蛋白质量就要吃到体重介于1.2到1.5之间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运动 如果你想要在减脂过程中减少肌肉被消耗 你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可以减少肌肉的耗损哦 有些人会说有氧运动啊怕掉肌肉 但其实现在研究发现其实可能不太会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怕在减脂期掉肌肉 你做任何运动都行 你有动就好 有动就比没有动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第三个大原则呢就是千万一定要睡饱 因为你一旦睡不饱 你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皮脂醇就会比较高 皮脂醇呢它本身就喜欢让肌肉里面的氨基酸 侵上一个分解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一旦睡不好 就算饮食吃得很棒你有在运动 肌肉量还是多少会有比较多的流失的状况 那我们刚刚提到肌肉对于我们身体 竟然有那么多重要的功能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又是比较偏向九座 会流失我们下肢肌肉 其实臀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 你只要练好你的臀你的腿 你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和健康都会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物理治疗师 教我们一些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肌力训练 让大家不用跑健身房不用器材 就可以循序渐进去佛系增肌哦 那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吧 好我们到了运动现场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Leo 哈啰大家好我是深深幽动的物理治疗师周立昂 也可以叫我Leon 那大家应该很好奇哦 为什么会请物理治疗师来叫我们居家运动呢 很多人还没有运动习惯的时候去执行 有可能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身体能力 而出现一些错误的动作代偿 造成一些运动伤害 那物理治疗师在做运动指导的时候 会比较强调功能性的训练 让身体是在有平衡稳定的基础下去执行主力训练 比较不容易受伤也比较容易培养出长久的运动习惯 那我们现代的生活形态基本上都是久坐的一个形式哦 这样的状况其实会造成我们常常有腰痠背痛的情形啊 甚至下肢无力 那今天Leon好像帮我们准备了两个动作 要教我们改善这些状况嘛 我今天有准备两个不同的动作 做这些动作之前 我们都可以先做一点简单的动作测试 去看我们的肌肉控制跟我们身体 有没有因为久坐的关系 产生一些知识性的代场 那第一个动作做一个鞠躬的动作 鞠躬到接近90度慢慢回来 常常见到的一些错误动作代场 姿势已经有点弯腰脱背 在做鞠躬的时候 可能腰弯的程度就会变得更多 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腰部的肌肉越来越没有力气 大家可以试着把重心移到一只脚 另外一只脚轻轻点定帮助平衡 增加一点点不稳定的因素 那如果再进阶一点 可以把这只脚直接抬离地面 一样做一个硬举下去的动作 这个动作做起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下去的时候骨盆不可以有左右歪斜 那走到一半的时候身体也不可以偏向左或偏向右 尽量的让前后的脊椎维持稳定 屁股应该要持续处理到你的身体 是维持在这边然后再慢慢回来 如果大家觉得以上的动作对你而言太轻松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进阶的一个版本 这边帮大家准备了个大概三公斤的包包 可以请利隆跟我们讲说进阶的动作该怎么做呢 我们用两只手来抓住一个负重 高背挺直一样做一个鞠躬 那它跟健身房在做的硬举的动作是非常像的 那如果是做单脚的话 重量放在对侧的手上面 然后一样的下去上来 会增加平衡的挑战 然后也会增加肌肉的诱发 坐着到站起来 好站着再到坐着去做简单的分析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平衡的方式出现 好那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发现一些错误可能会是像这样的时候 接近椅子的时候突然蹦的掉下来 那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要这样扶着 然后再慢慢的起来 它这些可能就代表它在日常活动 自己只用借力的方式去让身体活动起来 第一个简单的动作训练 屁股碰到椅子 然后就站起来 很好 那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重心不要偏左或是偏到右侧 骨盆跟腰背一样要保持直立挺立 变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单脚 一只脚伸出去一点点 另外一只脚收回来一点点 OK好一样的动作 往前起伸站起来 好往后坐下来 常常出现的代仗就是身体会很势着用力的往前 让重心移到膝盖的位置 再用膝盖站起来 那这个方式就跟我们纯粹想要多一点 臀部肌群发力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先从两只脚慢慢站起来的方式 跟慢慢坐下来的方式来做 OK 一样我们可以用单脚的方式去做做看 把重量放到接近身体 然后一只脚出去一点点 好一只脚收回来一点点 好再一样做单脚的动作 我之前会抱着我们家的狗 做类似的动作 因为我们家的狗狗差不多就是10公斤 然后把它固定在这边 它就是会不动这样 如果狗狗会动的话就会再增加一点难度 也可以考虑这样子做 这也是一个增加能度的好方法 股间修食建议大概是几分钟或几秒钟 建议大概可以抓一分钟到两分钟之间 如果你对这个动作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姿势控制起来不会很有困难挑战 训练之后不会有很大的肌肉酸痛的反应 这个时候你再试着把动作变成变化式 或是负重的难度的版本 没有肌肉酸痛的感觉 那这跟我以前在健身房间有点点不同 需要延迟性酸痛来代表运动强度算是一种迷思 在研究上是没办法证明说一定要有酸痛才有办法肌力训练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刚接触一个动作 或是你的某一些肌群接受一个新的刺激 它在撕裂伤的过程中势必会有带来一些酸痛反应 额外再给大家一点小提醒 这些动作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两到三次 做的中间休息的时间应该要拉到48个小时 让身体的肌肉是有充足的休息的时间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这两个动作我可以譬如说 礼拜一做动作一动作二礼拜二休息 或做上肢不同肌群的训练 礼拜三再重复这样的循环 嗯 没错 那我这边也替观众问一下 礼永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些动作 有没有哪些族群在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呢 如果身体已经有一些酸痛不舒服在身上的话 我就会建议先不要做这样的动作 尽数找医疗的专业去给予你正确的运动指导 或是先舒缓你的疼痛改善你的症状 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物理治疗师 礼永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腰背和臀腿的一些居家训练 今天真的很谢谢礼永来我们频道哦 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